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在路上抱怨 为什么要出门 早知道就在家好好待着了 可是他每年带来这个时候 还是托家泰带口的旗刷刷了 一起来出门 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照片 请我们的导播把照片放大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对于很多中国游客乃至国际游客都不陌生 北京的五门大广场 故宫前面 这一眼看不见 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看到人 连这个空闲的地都看不见啊 摩肩这个擦掌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也是这个杭州的西湖啊 这个西湖的这个苏地还是白地 现在完全看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人啊 这是白地的那个桥 这座桥上曾经有那个历史记载说 在同一时间这个桥上有六万人同处一座桥 当然后来新闻说呢 这个桥看来也见证了这个宋代的工匠啊 确实这个工程质量非常好 这依然是这个白地 就是当年那个许仙白娘子断桥残血的那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下张图片 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景点长城 这一眼看过去全部都是人啊 这种人当中除了这个中国的游客 当然估计还有不少的这个国际游客也被夹在当中了 很多游客呢 就可能最近几年很多游客越来越熟悉中国的这个旅游的一些标配了 就是必须带这个成人止尿布啊 就是尿不湿 要不然的话 你被堵在中间的话 万一这个人有三级 你就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地方去解决了 于是就自我解决 等旅游结束之后再去自行啊 解决这个身上的一些麻烦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图片是一个悬空拍摄的啊 航拍的一个高速公路一个出站口的一个照片啊 我们这个基本上密密麻麻看的话 可能很多人还会认为这是哪个世界级的大港口的停放的一些个车辆 这就是中国的高速公路 这也是在五一也好啊 包括中国的什么清明啊 一些长假期间在高速上经常会出现的状况 那么在高速上出现状况的时候呢 也培养出了中国人的好的兴致 只要出了门就是旅游 你看 这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堵车的时候 这些大妈们赶紧下来舒坦舒坦筋骨 开始跳起了这个交易舞啊 这也是啊 大叔大妈还有小伙子一起欢欢乐乐的在高速上面 也不耽误这个旅游的心情啊 来跳把广场舞 你看 这个中国人现在旅游已经变成了一种心态旅游 只要有旅游的心态 哪儿都是景点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你看 除了这个跳舞跳累了之后摆个小桌 摆两瓶啤酒 还可能是红酒 大家一起围过来再吃一吃啊 反正那个堵车的日子还长 吃完之后呢 蹲地上 然后来打打这个扑克牌啊 休闲休闲 估计这一天在高速上就愉快的度过了啊 还有这个 你看 大家一起围在一起 高速野营啊 野餐 各种美食 再来看下一张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四五大发明之一麻将啊 这也再一次的出现在了这个堵车的人流当中 看来现在中国人出游啊 除了这个热水瓶啊 方便面啊 小吃啊 音箱啊 必备的还有这个小桌子 小椅子啊 方便打麻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哎 这就是中国游客到了景点之后 因为走 因为挤 所以要放松一下自己的脚 所以在中国著名的景点西湖来泡一泡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跟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啊 我们一起来先聊一聊我们今天想抛出的第一个话题 明明知道旅游是那么的挤 每年都会那么的堵 可是为什么每一次到了这个节假日 只要有三天以上的假期 这个中国的游客都会义无反顾的去挤上 冲上这个景点去堵啊 我觉得印象中好像十几年前 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想到最直接的原因 应该就是这个大家的钱包越来越古啦 那经济水平高了之后 可能就想到有假期呢 就花点钱给自己出去玩一下 那我觉得第二个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 大城市的这个机会多了 然后就造成这种外来物工的现象越来越多 就是所有的人口呢 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北上广 那一有假期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跟家人出游 就造成了这种大回流 就中国国内这种 国内的人口移动吧 就非常明显 所以我觉得大概可能是这样吧 说实在的话 我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情 如果是真的这么这么堵 又这么景区 又这么多人的话 我可能就真的待在家里 或者去一些比较人少的景点啊 或者是像身边的朋友 可能五一就干脆出国玩了 就不会去长城 人挤人 明知道这么多人 明知道是高速一日游 还这么去挤 浪费时间 浪费钱 我觉得真是没什么必要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在旅游途中啊 会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以前在这个中国一个景点叫华山啊 这个由于这个缆车的运力问题就导致呢 已经坐上缆车的人缆车下不来了 那么在下面排着长队的人想要坐缆车的人呢根本上不去 而且这一等呢 就是等到凌晨的四五点 到了最后景区也不退票 于是游客呢 也不甘心也不走 就发生了这个争执 那么这样的争执实际上在中国的景点每年都会发生 除了这样的一些拥堵之外呀 还有一些坑蒙拐骗啊 在云南旅游被逼着买这个假的玉呀 在是在东北旅游去买这个假的野山参呢 每个景点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旅游纪念品 有真有假 假的也居多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相关的图片 请我们的导播从那个洗脚的图片我们再次放起 对 好 那么这是杭州的这个西湖旁边啊 众人在嬉戏啊 洗脚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其实我们以前以为呢 就是中国游客喜欢在这个景点洗脚 曾经有一个新闻就中国游客在卢浮宫啊 也洗脚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明显的这个照片当中不是这个中国游客 看来这个洗脚也不是中国游客的一个专利 全世界游客可能看到水多多少少都会想去汤一汤去洗一洗 尤其是在这个比较炎热的时候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是在中国一个著名的一个城市杭州 西湖旁边一个景点 很多游客趴在上面拍照啊 这个但是这个景点呢 它是一个墓碑 是个坟墓啊 苏小小的墓 我们看到这个人群当中有个小孩啊 被他的家长簇拥着 坐到了这个坟墓的顶上去拍照啊 非常的欢乐 但是估计没有家长告诉他这几个坟墓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哎 这是中国游客除了这个 喜欢爬坟墓啊 爬这个石碑啊 最喜欢干的就是爬树啊 我们可以数一下这个树上一共爬了多少人呢 除了最后这位在递小孩的这位男士之外啊 我之前数过这个树上已经占了九个人 这个树上看来这个人已经比花要要多了 这也是一位女士在拍花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这个花丛当中 感觉自己跟花是长在一块的 或者说自己比花还好看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哎 你看这是在景点拍这个樱花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个树太高了 或者觉得这个拍爬树啊 可能有损自己这个荣美的形象 于是就带了梯子 你看这个梯子一二三啊 起码这一眼看过去有三张梯子 看来这个中国游客出游的时候 带的设备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是除了在中国爬树呢 中国游客还会去海外爬树啊 去日本啊 泰国爬树 那么这就是在日本的千叶啊 拍樱花照 爬在了树丛当中 一个母亲带着孩子 感觉这个树上除了长樱花 还长了小人 哎 这也是中国大妈 在日本的街头 这是在东京赏樱花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新闻打出来 是见花杀到 就是说中国游客已经成为了 这个樱花杀手 到哪之后都要采一些花 折一些枝 要证明这个花啊 我跟他有过亲密的接触 才算我赏了花 那么这是在哪呢 这是在中国的一个海边城市 游客看到满街的这个花 哎 要拍照 但是这个拍照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花一定要洒下来 于是这个爸爸妈妈啊 带着小孩一起去 扯拽那些花枝 让这个花瓣洒下来 然后赶紧就拍这个照片 让自己跟花融入在一起 这个男士呢 在拍这个樱花的时候 觉得这个树太高了 他就希望这个花瓣洒下来 于是就用脚去踹这个树 先踹一脚 然后再来拍照 不知道踹完之后 这个脚疼不疼啊 反正这个树的话呢 我觉得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疼不疼 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些埋怨的啊 我们再来看下张照片 哎 这就是中国游客 现在这个喜欢带的 另外一个标配 新的标配 就是这个红色的鲜艳的这个丝绸啊 拍照的时候特别要用丝绸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讨论第二话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游客啊 他那么喜欢爬树 他看到花的时候 他觉得一定要把自己 陷入到画当中去拍照 我不知道 杨阳跟卓贤 你们怎么来理解 这样一种旅游思维 我觉得这个理解不理好啊 这些图片实在太好笑了 对 现在中国游客 真的真的很喜欢拍照 可能就是那种上车睡觉 然后下车就拿起手机拍照 下车拍照 对 就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 就看到新闻很多都是大妈 尤其是那个丝巾 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大妈丝巾 所以你们怎么 我一直 我不理解啊 我可能我从一个男士的审美来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丝巾 飘扬起来到底美在哪儿 不知道你们从女性的思维 你们到了这个大妈的年龄啊 就若干你们 你们会不会拿着这个丝巾去到处拍照 我觉得这个是年代的问题 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喜欢戴丝巾 就是这是一种时尚的标配 可是我们这个年纪 应该是比较 是有另外一种拍照思路 不过就的确可能真的很多中国人喜欢拍照 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 我看到这些大妈在拍照的时候 看到这些游客啊 把自己插在这个鲜花当中去拍照的时候 我甚至在想 他们到底是来赏赏花的 还是让花来赏他们的 他们恨不能把自己打扮的 比这个鲜花更加的娇美 更加的娇艳 而且这个当中 我其实很不理解 一棵树 一棵樱花树 它的花长得挺好的 就在树上长着 你就静静的去欣赏它就好了 那为什么非得去把它折下来 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理解 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心情 他们就是为了来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去旅游啊 无论是站在花丛中啊 还是爬树啊 还是干嘛的 包括之前我们看那个去长城啊 就算那么挤 他们也要去 有一种心情 就是他们就出去玩 只为了那么几张照片 能发在社交网络上 能发在朋友圈里 让别人给自己点赞 说哇你有钱出去玩 这种心态 我曾经去过 就对活在朋友圈里面 很多问题 没错 就是每天最开心最紧张的时候 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 可能游玩两小时 可是拍照跟批五个要三小时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也有理解了 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旅游 那个环境那么的恶劣 但是每每到了假期的时候 人们还是那么开开心心的去旅游 虽然在旅游途中 会有那么多的糟心的事情 但是依然阻止不了 他们每一次啊 这个对旅游的期盼 一个是因为这个假期 估计也确实是有限 第二个呢 在这种闲暇之余 能够让自己存在这种美景当中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人生当中 不可抹灭的记忆吧 好了 这一时段的明镜聊天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伙下方 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当然也欢迎您点击订阅 明镜电视和明镜聊天室 我们这一次的明镜聊天室 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论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上的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 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 新的开始 我们下期见 这个人 会蒙 这一官员 会赢 有什么 这件事 就是 都 来